黃子嬌19號被爆出 強吻未成年少女 甚至還拍裸照等等 隨後她也在臉書發出三段影片 坦承自己有點變態的原因 是因為過去很多事造成陰影 除了母親出軌並在她面前 和別的男人上床之外 黃子嬌更語出驚人指出 當年大小S吸毒一試 大小S給我人生很重要的一刻 問題是他們吸毒喝藥這件事情 我也一直過不去 他們身邊的朋友阿亞也好 范小薰也好 周俊偉也好 為什麼他們就可以逃過這一切 我還記得我第一次去韓國印象很差 因為我就是被他們帶去 當時大家是跟光頭在一起 在一個飯店 喝藥 我非常不想 我在台北被范小薰 周俊偉 在他們家裡面 還有大小S他們也是 被邀請 被說服 被硬塞 我不快樂 到韓國那次我也不快樂 我還記得在那個浴室 光頭很大隻人 他可以把我包進去任何的地方 我就不得不吃 我不快樂 黃子焦在影片中連續爆了十幾位藝人的私事後 隨即傳出因為自殘送醫 孟耿如也忍住淚 出面表示 會陪他一起去彌補過去的錯誤 而被指控吸毒的大小S也發生回應 內容表示 西元與西地對於黃子焦先生 在情緒不穩而選擇自殘前 所做的吸毒相關不時指控 深感遺憾 並說當年的周刊吸毒事件 大S根本不在現場 而且法院也早就判決 一周刊百訴 透過司法還給小S清白 而聚軍約2009年 也曾在韓國主動提告媒體 並公開於記者會上表明堅決 不碰毒的立場 內容中說到 大S因為心臟不好 根本無法接觸毒品 對於黃子焦的指控 也在過去多年情醫 以及他目前仍在醫院急救 公司將對所有的不實指控 保留法律追溯權 最後也提到 希望黃子焦先生保重身體 人生還是很有盼望 請以家庭為重 早日康復